杀情案主席万绍成以及陆军二宾马英宏 今天凌晨采定积压禁件 而其他共犯都分别依照10万元交报 目前警方以正全力追气再逃主席周玉腾 希望尽快理清案情 而警方今天再逮捕了涉案的22岁易宝宏 北检今晚复讯将他申请积压 身穿红色外套走上球车 杀情案中打得最凶的主席万绍成跟陆军马英宏 被易杀人罪移送北检病生压 法官巡厚认为两人有逃亡串阵之余 在凌晨2点多采定积压禁件 而其他共犯包括陆军王培安 逃亡打卡的周伯荣等人都以10万元交报 手拿起红龙基座冲进人群中 坐视攻击看起来相当凶狠 虽然有监视器花名伪证万绍成还是喊冤 变成只有拿起来挥舞 不过警方在查扣的红龙上 确实验住万绍成跟马影宏的指纹 而且因为薛正国的头部被打得烂碎 警方更怀疑红龙柱 就是让薛正国致死的凶器 万绍成姐姐曾经拍过广告 姐弟感情好 据传这次万绍成会投案 就是姐姐苦劝的结果 杀警案已经进入第八天 嫌犯也都已经陆续盗案 剩下主嫌周玉腾还在逃 目前警方也正全力追弃 希望赶快逮到人 拼凑出杀警案的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